苗栗县通宵镇五云公庙11号凌晨举办了送王纪仪式 也就是俗称的烧王船 现场吸引了上线信徒围观 因为上次烧王船是在30多年前 那么除了象征把疫情送走之外 更有祈福丰收的意涵 凌晨时分信徒吹起号角 引领顺安路号王船慢慢往白沙屯渔港南岸前进 抵达岸边再用大型吊车把王船吊挂至沙滩上 紧接着工作人员上船架设主船轨及风帆 以及各式的纸扎神尊 并且添置了大量的金银纸莲花灯 最后再经过机桶的祝念祈福 在1点35分点燃炮火 苗栗县烧王船活动最早是在30年前 今年再度举办难得的王船教活动 从三年前就开始准备 并且耗资了300万元 打造了顺安路号王船 而根据传统习俗 送王船仪式有几项禁忌 包括不能回头不能奏乐 三天内不能出海捕鱼 相传送王船除了要送走瘟疫之外 更有祈福来年丰收迎新的意涵 因此吸引了上千名的信众和游客 一起共享深举 而围起一周的王船教活动 也因此划下了完美句典 杰长经纪业明里报道